大家注意看,把五花肉放在锅里面蒸一蒸,出锅瞬间变成了高级酒店的一道特色招牌菜,而且是桌桌必点,一份就卖88,很多人都没有吃过,也没有见过,你要是学会了,保证全家人都夸你是大厨。 首先我们准备10块钱2斤的五花肉,先用刀把猪皮给它刮一刮,这样可以刮出来很多的脏东西,这也是去腥比较重要的一项,不能省略,一定要刮干净。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口大铁锅,把五花肉皮朝下,把猪皮给它烫一烫,这样可以去除猪皮表面的猪毛和异味。 烫好之后可以看一下,烫成像这样焦黄的状态就可以了,然后把它放入一个祖传的大碗中,加入40度左右的温水,皮朝下给它浸泡5分钟,把猪皮给它泡软。 然后用刀把猪皮给它刮一刮,烤焦的地方给它刮干净,这样处理好的五花肉吃起来不腥,而且更加的干净卫生。 控水之后,直接给它放入蒸锅中,扣盖给它蒸15分钟。 趁这个时间,我们准备一些配菜,青红辣椒,掰掉根地,再把它斜刀切成薄片,切完之后装入盘中。 再准备一把蒜苗,斜刀给它切成长段。 切完和辣椒放在一起,再准备一些大蒜给它切成蒜粒,一小块生姜切成姜末。 切完都装入盘中。 再准备一把葱叶,也切成5公分的长段,装入盘中备用。 15分钟之后,我们的五花肉也已经蒸得差不多了,用筷子能够轻松地穿透,说明已经蒸熟了,把它取出来。 用刀给它切成厚厚的薄片,尽量切得薄厚均匀,大概两毫米左右就可以,不要切得太厚,不然吃起来不入味。 下面准备一个铁锅,不用放油,直接把切好的五花肉放入锅中煸炒,全程开中小火,慢慢炒,炒出五花肉里面多余的牛油,这样吃起来会更香。 亲爱的家人们,制作视频不易。 这个视频恳求大家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星吧,家里还有三个女儿,在上幼儿园,压力实在太大了,拜托大家了。 一直把五花肉炒到微微焦黄,里面炒出来的牛油给它盛出来,炒青菜吃也是非常香的。 往里面放入葱姜蒜爆香,再加入一勺豆豉,一勺豆瓣酱,翻炒出红油。 倒入刚才准备好的配料。 下面开始调味,加入一勺生抽,少许的老抽上色。 一勺五香粉,一勺鸡精。 大火翻炒至入味。 最后放入葱段翻炒5678下,就可以出锅了。 一道简单又好吃的农家小炒肉,就做好了。 看起来这颜色非常的漂亮,色香味俱全。 咸香适口,肥而不腻。 饭店一份就卖88,咱们自己在家做。 好吃又实惠,下酒又下饭。 比吃红烧肉还要香,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 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点赞,转发,收藏,留言哦。 感谢你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